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迎接数万名国内外选手及观光旅客 希望邀请规划有比赛场馆的六线市 台北市 新北市 宜兰县 桃源市与新竹县市的店家 及市场夜市摊商 攜手成为特约店家 共同为四专运加油打气 也希望带动国内的观光旅游 六个县市是有比赛的场馆 所以当然大家就近在比赛之余就可以去消费 但是的确我们的市状运它是一个观光赛事 所以它就是要带动台湾的旅游 那尤其市状运刚刚也提到 是我30岁以上都可以报名 所以他们一般来会吸加带券 所以也不会只在这六个县市 它也会到别的县市去旅游 所以我们如果全台湾愿意来加入特约商店 我们都欢迎对不对 没问题 谢谢 所以把它当作我们明年台湾最重要的盛事 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我们有这么多在台湾深圳的店家 实际上可以让更多国外朋友 甚至来自于各县市的朋友 能够认识我们好的一个产品 所以在这边虽然有周总会长的一个保证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店家跟我们一起来 希望我们能够呈现一个很有活力 而且呈现我们品牌特色的一个赛事 其中卤肉饭连锁名店胡须璋 其同样有数十家分店的运动用品 专卖店摩碗凳等十字家 包含美食娱乐 其购物的知名品牌店家 抢签提供应援优惠 从即日起到十一月十八号 已经报名的选手凭缴费证明 即可到这些店家兑换优惠 另外一般民众只要到首发应援店家 像助理主持人示范这样 喊出世壮运应援口号 也可以享有应援优惠 各位来收听 我们提供的就是肉肉包 就是胡须张黄金 滷肉饭的滷肉包 然后你们要那两包 我们就送一包 抢签 抢签有黄刀啊 还是你要去木耳 就是银耳 两种选一种 我们的首发应援的特约店 在双北跟其他县市总共啊 一百三十五个分店 就会来共同的来响应 这个首发应援 因为是帮世壮运暖身的概念啦 所以大家记得签几号 十月十八 就会今天开始 一个月的时间 记得选手可以拿你的报名的 这个玩报名的一个信件 或是呢民众也可以一起 你只要去喔 有这个恒星就只要什么 会世壮运加油 我爱什么运动 哇马上就有加码的一些优惠 因为我们预估是连 就是包括说随行的职员啦 或是家人啦 总共我们当然希望目标是 可以有四万人 包括台湾本地 跟从国外来的朋友 所以它能够造成的消费力单是很大的 那而且呢 从过去我们看到其他国家 举办世壮运的时候 真的都是 有一在观光消费这一块 会是它很大的附加价值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 可以大家把它当做一个嘉年华 因为这个赛事 跟一般的运动赛事 比较不一样 它是比较欢乐的 比较永续的 所以其实呢 我觉得就是用一个 比较轻松的方式 除了赛事 其实它赛事交朋友 那最重要还是 是到处来参观我们台湾的美 享受我们的美食 来购物 来娱乐 来观光 2025世壮运也特别推出限量3000张的好玩卡 初试好玩卡就可以享有大道成 永康、猫空与西门四大商圈 超过80家合作商店的优惠 更结合世壮运运动场馆所在县市 即周边共20个热门景点门票 与特色体验活动选项 吃卡可任选三个景点或体验 加上本身具有的悠尔卡功能 那您一卡就能畅游北台湾 想要一卡搞定四庄运应援 手脚可要加快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导 AI科技日新月异 也为传播媒体带来巨大的改变 中华白世代关怀协会 与政治大学数位传播文化行动实验室 举办2024媒体天空领航员秋季论坛 以人工智慧生成内容与影音韧性为主题 邀请专家学者进行演讲 探讨AI科技 为媒体与乐听人带来的影响 不管是用AI训练模型生成个人形象照 还是运用AI写稿 创作影音新闻 AI科技日新月异 越来越多媒体产业 导入生成式AI技术 辅助影音工作 2024媒体天空领航员秋季论坛 就邀请产学界人士 从生成式AI与影音韧性 乐听权益以及公民行动 各个面向探讨AI科技 为媒体与乐听人带来的巨大改变 这次的重点主要就是关心 其实像政府数位发展部或NCC 一直都在关心所谓的数位转型 跟数位韧性 可是我们看到在电视 还有在广播的这些主流的媒体产业 其实在因应到科技的变化当中 在整个的电视跟广播上面 我们看到这个影音的韧性有展现出来 不只是在影音资料的一个安全性 还包含在影音创作 还有包含在人员的一个规划上面 都产生了许多的适应跟韧性 所以这次我们第一场会针对的是AIGC 也就是生成式人工智慧的影音韧性 这当中会谈到应用在行销 应用在声音 应用在影像上面的一些新的突破趋势 然后再来我们也会关心到AIGC 它在一些的乐听权益 不管是上网安全 或者是媒体素养 还有包含女力这当中的展现 然后我们下午呢 特别会关注的是在电视任性 一般我们会看到一些的西秉秉家 都在说那是老字号 那可是我们现在在这样一个新媒体时代 其实我们也在关心的是 这些主流媒体 它也算是一个影音创作的老字号 怎么样让这个品牌能够不断的创新 所以在下午我们会谈的是 从一个品牌塑造的概念 那怎么样让一些的影音产业 不断的推陈出新 然后我们最后一场谈的就是AIGC 也就是AI世代这当中的一些社区行动 这是我们这一次媒体论坛的重点 座谈会中也针对AI世代上网行为 与网安素养进行研究发表 宏薇薇教授表示 AI世代年轻学子使用网路时 在规范导向上像是不要给陌生人个资 不要散布不食谣言等都有很高的认知 但在日常导向中却认为使用3C 与网路对于建立个人自信没有帮助 我们的受访案本全台的小学三年级到大学四年级 也就是八岁到二十二岁的八千多个样本 然后这当中发现说大家在规范导向认知上的 这个智能都蛮高的 那在choice也就是在选择导向这个部分表现持平 其实在日常应用上面的导向是得分最低 那为什么会得分最低 我们发现说其实我们问到年轻人 他们觉得3C这些科技用品对他日常生活重不重要 他说是重要 然后对他的家长家庭成员重不重要 他说是重要 可是他说那使用3C 可不可以帮助他有自信心 那这个得分是非常低的 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年轻学生 AI世代的学生 他们的确会需要用到这些科技用品 可是这些科技用品 甚至社群平台做展现内容上面 可能经过一些修图或经过一些AI的扭曲 那事实上对他们的自信心并没有帮助 那另外还有讲到就是说在日常应用上 他们认为说家长跟孩子之间的沟通 其实他们希望是面对面的沟通 而不是透过3C之间的沟通 如果要去谈到一些相关的使用的一些素养原则的部分 在AI科技浪潮下媒体工作者加紧跟上 略听人也得学习站稳脚步 建立足够的媒体素养 才能让AI与思维科技成为助力 而不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主地 记者李奇慧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国民健康室为了要促进国民饮食健康 研发坚固均衡营养的台铁便当 连田径国手杨俊翰都非常爱吃 同时也分享日常如何饮食保持良好的体能 支持营造健康饮食的环境 以茶叶宣制的鸡腿排茶香交织 搭配红梨及糙米等全骨杂粮 提供多样化口感 同时提升蔬菜及膳食纤维量 兼顾饮食均衡营养 这是国健署洗手台铁研发的新口味便当 推广健康饮食 台铁的每一天的运输量大概有60万人次 在这个便当的贩售也大概有2万人次 来买台铁便当 如果你中午到我们的台北车站 你会发现唯一排队买便当的地方 就是台铁便当 所以它是我们儿时的记忆 跟串联现在 在交通运输非常密集的时代中 一个共同大家想要去购置的一个参合 那国民健康署为什么要想 当然除了要串联这个记忆的概念 跟营养的概念 跟在最多的人地方 下我们最好的营养跟健康 所以我们跟台铁合作 那为什么呢 你看来来往往 走在我们台铁或者台北车站 的人一百个国人中 我给各位一个数字 大概有三成的女性 她是有代谢症候群的 你一眼看去这个十个人中 有四个男生是有代谢症候群的 那么他们都跟肥胖跟三高跟慢性病有关 那这些人如果我们在摄取的过程里面 可以巧推一些东西 让他拿到的是一个非常营养又健康的便当 我想国民健康署的起心动念 就在最多人的地方 找到大家最想要吃的东西中 因此我们想要给各位的营养跟健康饮食 这个选择是减少油 减少这个所谓的这个盐 提高你的蔬菜含量跟蛋白质的含量 让健康成为在你购置餐盒中的一个主要 主打的一个想象 台铁呢 其实我们过去来讲 我们都是使用国产的白米 所以我今天看到农粮署要特别表示感谢 我们每天两万五千个台铁便当 就是因为有这个农粮署的这个都道 我们每天都提供旅客 一个美味 而且是健康的便当 那这款这个茶香薰鸡便当 其实最大的特色就是台铁 过去来讲我们是算是 在民众的心目中就是 每天要来个仪式感 就是要带个台铁便当 搭台铁 搭高铁当然也是会带台铁便当 那我们这个便当 是不管在热量 还有这个蔬食 还有纤维还有脂肪 我们都有经过精心的计算 所以将来台铁的这个市场的区隔呢 我们除了每天的常销便当 我们也希望能够跟国民健康署继续合作 能够再推出 对于国民健康 每天都非常 阴阳美味的 可口的一个年龄便当 那其实农业部 包括我们农粮署的团队 其实从111年的 市农交易法公布之后 我们也一直在致力于饮食 跟我们的环境 跟我们的农业去做一些连结 所以我们今天 跟国建署跟台铁的合作 我们这场记者会 其实跟署里面 跟部里面在推动神农教育的 这样的精神 其实是完全契合的 那我也特别要提 那个台铁 其实我们常常都会说 它是被火车耽误的便当店 那我们农业署在辖下 辅导了非常多的米也好 不是我们炸粮 或什么蔬菜水果产业 那我也很期待 未来有更多的机会 把国内的这么品质好 那甚至都是有产销履历的 我们的米 我们的炸粮 我们的蔬菜水果 都可以跟台铁来做合作 那相信 藉由这样子的一个 政府机关跟我们的 业界的一个串联的话 其实可以 把很多均衡饮食的概念 跟我们在地 地产地下的概念 去传达给我们的国人 田径短炮博寿杨俊翰 也现身分享自己 常保体态的日常饮食技巧 认为这款新口味便当 会是他调配饮食的选择之一 像我们在卓训中心做训练的时候 是会有营养师 以及厨师在餐厅 去合作每天的一些餐饮的部分 那当然不外乎就是 如果在外面做一地训练 或是比赛的时候 难免都还是有外食的机会 那我们就要尽量的在 不管是餐厅啊 或者是超市去选择 比较接近原型 或者是说健康的食物 像是刚刚的介绍来说 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非常 蛮常去购买台铁便当 虽然我做的是高铁 但是我都会走去台铁便当那边去购买 然后去做搭乘 当然就是现在推出这款便当 前面有提到 就是它在淀粉的食用上面 有多了一些五股杂粮 然后跟一些其他的原型食物 那在我的平常的饮食习惯来说 就會更符合我的需求 这一款便当里面的食材 皆使用国产的全骨杂粮 包括白米糙米红梨还有玉米等 那我们可以看到糙米的话 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维生素B群维生素E 那膳食纤维它可以帮助我们肠胃的蠕动 帮助排便顺畅 那我们的红梨呢 它拥有骨类的红宝石的美誉 那另外我们的红梨 它的蛋白质是白米的两倍 含有许多人体无法自行合成的 必须氨基酸 那包含丰富的膳食纤维 可以维持我们肠道的健康 另外也富含丰富的矿物质 能够帮助我们生理的调节 那玉米呢 它含有叶黄素 玉米黄素 维生素A 维生素C 维生素C 另外还有铁跟钙 等营养素 那也可以促进我们新陈代谢 那此款茶香熏鸡便当呢 就是不仅营养 而且希望可以延续我们台铁便当的好味道 它的主菜呢 茶香熏鸡是使用去骨国产的鸡腿排 而且特别是搭配了我们北部在地文山的包丛茶来进行熏制的 那延续刚才主长讲的就是国人 膳食纤维摄取不足 然后精致主食摄取过多 因此我们这一款茶香熏鸡便当呢 跟我们传统台铁的排骨便当相比 它的蔬菜含量是增加25% 纤维更是增加176% 那脂肪是下降32% 茶香熏鸡便当透过增加蔬菜和全骨杂粮的摄取 减少油炸与高纳食材 帮助国人从日常饮食远离慢性疾病 国健署也呼吁更多餐饮业者参与推广行列 提供国人更多营养健康餐食 由大稻城创意街区发展协会主办的2024大稻城秋火季 将在10月25到11月时候盛大登场 今年除了时装秀展演外 更以品味 美味 香味 三味一体为主题 让民众感受到大稻城的秋味风貌 设计师将原生物种图腾 运用在服装上展现出迷人的时尚魅力 大稻城秋火季每年以服装走秀 连接在地产业 今年更以品味 美味 香味 三味一体为主题 串联大稻城各个店家 透过五感结合产业与文化 呈现大稻城多元风貌 这个大稻城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那这一次就用三味一体的概念 就是美味 香味 跟品味 那美味这一次呢 当然就是跟我们的莲华食品 来做合作 因为他长期也是支持我们的秋火季 然后就跟我们在地五个不同的店家 有可以喝到可乐果加在咖啡里面 加在炒饭里面 加在乌鱼籽的这个美食里面 就是不一样的 然后也有做这个相关的一些导览 然后香味呢 就是我们的像有最Fashion的Jomalong 跟Relabo 然后也有我们在地传统的香炼 圆竹笼香以及我们的大村炼灶 对 那他们都有各自不一样的 还有我们的公平贸易的减果子 那我们也透过导览的方式 那我们也透过导览的方式 跟体验 自相体验的方式呢 让大家来感受香味的大道成 那品味呢 就是当然就是我们一直有在做的 这一个服装的部分 那除了我们这一次有很酷的主题之夜 就是我们的Jing Garden 这个时装周的设计师 以及我们在地这个凯恩洋服的部分呢 来展现一个是绅士主义 一个是我们的多样的变化 以及有加上永续的概念 然后还有我们的学校团体 还有我们的青年局 一起也把他们的这些 有关走秀的一些学生啊 等等的得奖的人呢 一起邀来一起走秀 现场台北市议员颜若芳等多位贵宾 以及大道成店家都拱祥盛举 用行动力挺大道成秋货祭 而今年活动更携手东京高原寺 在台日两地进行秋季活动交流 这一次呢很特别就是我们过去呢 也是他们秋天的祭典 所以也是非常多人 然后我们 所以我们带着我们的月牢 以及在地的店家的特色过去 那他们来的时候呢 在11月9号跟10号 都会在我们的永乐广场 我们大家民众可以看得到 阿波5的这个演出 那甚至还有可以跟他学体验的部分 那当然我们也有准备其他的 除了走秀 还有其他的跨国的演出 比如说南美洲的这个古典吉他手 以及菲律宾的这个弹唱 那我们希望更多元一些 因为大稻城本来就是这个 台北街国际很早的一个地方 2024大稻城秋货祭 将在10月25号到11月10号登场 活动期间有三位一体系列的 散步导览及手作体验 还有产业连线系列的工作坊 秋货祭市集与服装走秀展演等 很精彩活动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一起来参加 感受大稻城多元文化 新旧交融的美丽 记者李席会台北报导 为在台北市中队区同安街抵河堤旁的 川端码头 随着时间没落 在地的网川里 就向台北市长蒋万安建议 恢复川端码头 一起来关心 台北市水利处观传局 与中阵区公所在地居民聚集在此 讨论川端码头的归附与施座运行 往西里长向万浪 去年在与施长的座谈会上提案争取 促成本案执行 目前已初步规划观景平台 提供民众沿岸赏鸟 垂吊休憩划船案 我们往西里这边 过去 这边以前这个中正桥叫川端桥 川端桥旁边就有一个川端码头 这个地方放假的时候 非常多的人来 不管烤肉 还有说相声 还有做一些活动 非常热闹 当然因为这个体育房做完以后 隔绝了 就稍微示威了 可是在我任务的时候 争取了七年的时候 做了一个跨堤电梯 现在人也是非常多 放假的时候休闲人很多 到那边去以后 我感觉上说 这个河边还是有开发的空间 因此去年我向蒋市长 争取能不能做一个码头 做一个水域的活动 那个蒋市长一口就答应了 就马上就同意交办事项 所以到现在它已经图 已经设计出来了 但是我们希望就是说 这个 这个 比方说码头 是将来可以我们 区民 地方 可以划山板 或者说SUP 这种水上活动 这是最起码的 大家看这个水面 非常非常美 如果在上面 悠游在期间 钓钓鱼 或者说放放烟火 是多么好的一个休闲的空间 身为里长 那总是要有一个机会 就是替大家服务一下 也是谢谢市长 也许我们局处的工作员 全力帮我们争取 我非常感谢大家 我也感谢水利处 顺应民意 也配合我们市政府的政策 在将来这边观光 休闲这方面 能够加强 互动来个宣导 尤其观传局 他也希望在这个市里面 有个新的景点 那我们民众可以坐在这边 就可以去看 我们河岸的美景 那如果再往下呢 他就会有一个观景景台在这边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要清水的话 你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 可以下来 当然 这边会有一定的安全 所以我们会做一些 简单的一些阻隔 那我们不希望这个阻隔 有没有想到视线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会简单的先做一个 就是 进水的部分要注意的一个安全 所以这个安全的部分 我们还是要考验 包含一些景欲 这都会在一部设计的时候 我们会再呈现 大概一个概念 就会是上面跟下面的一个概念 让这边整个环境 可以做一些改善 目前的想法是这样 所以大概这样的工程经费 加街均更新 目前出入可能四百多万 那如果会再高一点 会到五百 就大概五百以内 有机会把这个做起来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明年就可以去做使用 所以大概目前的构想是这样 不过等一下也是要听听看大家 对于这个地方的一些想法跟意见 也许在地的乡亲 能比我们更熟悉这里的话 有一些我们没有注意到的 也欢迎你们给我们一些意见 水利处也举办观景平台说明会 针对周边既有设施工程整件说明 现场超过五十名居民管主参与 并提出周围环境改善与观光行销计划 有一个阶梯上在 有一个阶梯在给人家做的地方 往下看了这个新建西是 那个地方好像很小 你们会注意到 那个淤泥非常严重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我们要做 那个 我们要做这一次的设计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也是让淤泥很严重 那这个部分 那是不是应该把那个淤泥清晰 我一直在想 如果说淤泥不清哪一天 如果连续下两三天的大雨 它一定会连到路上 到时候我们会缺少 最一个五化的一个点缀的东西 就是在所谓的那个脚踏车步道 银路上包括车子这一边 缺少了中间的烟花 因为在一个烟花之后 每一年你看它可能发寒 都是几个月的时间花多多钱 结果警察就把它毁掉 种一些烟花 整个孤道 就是给它就 清理性的 然后就把这些烟花 一些植栽的点缀 对于这边蛮重要的 所以我们后面的设计 还会针对我们警官平台 这边再去看看 一些植栽的一些营造 那另外 大哥讲的那个樱花 然后我们要跟各位小心讲一下 因为河滨公园它虽然平常就是给民众休息 但它毕竟还是水 新水区 就是河川上的新水区 那因为新水区会有树立法 还有一些河川种植办法的规定 所以目前来讲要新增树木 就是新种植树木难度很高 因为如果我一旦做了组组组组 它就有阻碍排水的风险 所以我们可能会是用 不设计的方式组组组组组 而不是是用新种 就是总量管制的概念 那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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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 它下去没有 就像你要去爬洋兵山爬什么山 政府也不会管你 可是因为我们台北是可能一点水质 比较没有可能东山河或小油球那么干净 所以民众下去的也不多 可是我们以后可以圈导说 其实是可以下水的 其实我一上任务 我已经有跟施政者提了 有关我们核兵的 CDC是一个核兵的一个规划建设 我说我常常都懂 人家说行八千里还有一个大冬队公园啊 可以弄到那么漂亮 弄到那么好牌子 可以圈圈放电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带着去 难道我们中正万华这边不行吗 所以但是这个是花了很多时间 花了很多钱 所以呢我也有认了两块 一个在万华 一个在中正的平正附近 就是要做一样类似大冬队公园的那样子 那讲是我们的业绩大一这件事情 所以这比例算也非常大 大概加起来 有差不多七千七八千万 目前 那当然刚刚跟这个淡水的事情 一比起来我们小屋见大屋 所以我没有错 我一定会在议会能力来争取 因为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自然警官 那里长他是走在前面 他就想说让我们这边能够更好 里长期盼透过恢复穿端码头洗日光景 串联中正桥天空步道与合体电梯 让民众在城市里也夺一处清水地 可以选择游玩 也欣赏新电梯优美风景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道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清权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清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清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立法委员王振旭与陈培余召开公听会 邀请三大医学中心分享AI导入医疗的经验 并与第一线医疗人员及卫生福利部等行政机关 进行交流分享 期盼台湾成为全球智慧医疗 与AI产业的影响力中心 我们的资料库收集的越来越多 我们甚至可以来调参数 比如说假设这个病人 假设我把他的养合浓度提高 对病人的育后胃有什么改变 把他血压提高 对他的育后胃有什么改变 林鸿龙详细说明AI导入医疗的经验与成果 这是由立法委员王振旭与陈培余 共同召开的公听会 会中特别邀请林口长庚 台南奇美及台中农总这三家医学中心 分享推动医疗数位化及智慧化工程的心得 卫福部等行政机关则报告 各部会如何透过平台建立 跨部会资讯分享 协助业界创新模式智慧人才培育 打造三大AI中心 引入健保资料库统计分析 与整合医学中心和地方诊所等 医师工会、护理师工会等医疗团体代表 也提出在实务上面临到的问题及建议 王振旭期盼 透过公听会的充分交流 让台湾医疗更进步更安全 并借此打造AI医疗品牌 让台湾成为全球智慧医疗与AI产业的影响力中心 AI打入医疗以后 有哪些新的思维 透过这个思维 我们如何能够让台湾的医疗 可以更进步更安全 医疗工作同仁 可以在良好的工作环境之下 来协助整个医疗的运作 我们期待今天的公听会 在我们的专家还有业界报告以后 我们也聆听行政部门的报告内容 最后希望可以有一些初步的结论 让未来在发展 这个AI医疗过程当中 如何能够让这样的功能 还有这样未来有机会 能够在世界上 发挥我们强大的影响力 那相关主管机关 也在利用这次的机会 互相的讨论 如何能够让台湾 在未来医疗云的建构上面 可以有更好的机会 还有更有前瞻性的一些方式 立法人陈培渝则强调 将督促国科会 紧速拟定AI基本法 避免医疗产业走在前头 现行法规却跟不上 反而产生冲突的情况发生 这场公听会也达成几项共识 包括推动建立医疗云国家队 促进医疗院所落实大代小模式 以加速并扩大AI导入医疗等 卫福部也将会同经济部 及数位发展部 积极研拟相关推动计划及 其成与AI医疗兼理沙盒所需法规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台湾更生保护会与受险公司 共同推动弱势更生人 微型保险的服务 让弱势更生人就业更加安心 台湾高等检察署检察长兼 台湾更生保护会董事长张斗辉 接受受险公司捐赠 同时颁发感谢状 感谢受险公司提供弱势更生人 微型保险 除了扩大至各分会办理 保险对象更扩置两名更生人家属 让更生家庭获得更多的保障 很多的更生朋友 其实这部分他们往往 因为出了矫正器官之后 他们很多是从事 比较简单的或者是 比较临时的一个工作 那这部分如果是因为 在工作中或者是其他的状况之下 受了伤 往往他的家庭 这部分会陷入困境 那这部分 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的富邦人寿 也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愿意来去 来协助 我们中国各地的更生朋友 来去开创 微型保险 一旦发生了意外的事故 能够让我们的更生的一个朋友 以及他的家庭 得到协助 协助他们能够 稳定的一个就业 以及照顾家庭 如果是有需要的 我们就会来去提供 那这部分很难来去量化它 但是我相信 社会爱的力量是非常的多的 我们不是只有协助 我们的更生的朋友 还有其他的家属有两位 我想这部分 我们希望能够确实的去帮助到 我们的更生朋友富贵社会 也更期待更多的社会 能够来去关心 协助我们的更生朋友来富贵 法务部长郑明谦 也制证更生人艺术家 创作的沙画作品 感谢受险公司的协助 填补社会保险与救助缺口 照顾弱势更生家庭 这是由富邦人寿 来承诺产品吸收 这些弱势更生朋友 这是一个宝贵 还附加两名的家属 再次的感谢富邦集团 蔡董事长 对更生法务工作的支持 也感谢张董事长 带领的台湾更生法委 各公会的主任委员 同仁的互助 恭喜所合作 让台湾设在更加美好 明年即将迈入80周年的 台湾更生保护会 112年度共济服务 449个家庭 113年度1到9月 也已经服务340个家庭 除了持续提供更生人家庭协助 也期盼透过扩大 微信保险 创造更坚韧的更生保护网 记者里期会台北报道 2024卡罗台北彩虹观光活动 今年主题是乘着彩虹去旅行 结合10月份的台湾同志大游行 推出三处护卫打卡装置 以及三条彩虹观光巴士的主题路线 邀请15位各领域名人 担任导览员 让国内外的民众 体验多元友善的台北风貌 四分位主唱阿珊 Pisco吉他手瑞秋 以及人气变装皇后女王 与观光传播局副局长薛秋火等人 一同站在彩虹观光巴士前 为2024卡罗台北彩虹观光系列活动 进行宣传 活动推出三处户外打卡装置 及三条彩虹观光巴士主题路线 更邀请15位各领域名人 担任导览员 分享解说台北的彩虹景点与故事 我这次负责的是电影之旅 是 然后因为我去年前 参与这部电影 这个谁先爱上她 对 那部电影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然后那个时候 我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就想到我一个同学 诶 为什么 一个高中同学 因为我这辈子 第一次收到的情书 是一个男生写给我的 哇 我就很想跟他联络 但是我还是鼓起勇气 去跟他联络 真的 然后呢 然后我想也许趁这次 这个机会 我希望也许可以让他来搭这个 美女朋友们 那个彩虹观巴士 报导出去 这个当年有写信给阿珊老师的 请你来搭这个彩虹观巴士 因为这次电影之旅有很多的地方 是 有西门町 228公园 周恩紀念堂 寶藏岩 我们出发点是在西门町 对 然后这里面对我来说 印象非常深刻 应该是周恩紀念堂 诶 我们就刚好会中间停站点 就会在这边 为什么 因为我很喜欢一部电影 叫女朋友男朋友 哦 他在电影里面好像有还原那时候 是 这个奉小月在台上 激烈演讲的部分 对对对对 那我很喜欢那个电影 嗯 然后那个 然后在周恩紀念堂里面有最近 对身心灵这个部分 其实蛮喜欢的 哦 然后在周恩紀念堂 他好像有一个 有关风水的关系 是 他在这个地方的磁砖 有一个中心的集中点 嗯 这个地方你如果去拍手的话 声音会特别不一样 哦 那很多人也许他可能 比较疲倦的时候 他就会站到那个地方 然后有能量嘛 自己能量会比较好一点 我想那天 如果我们下次的话 可以带大家去这个地方 你果然是很称职的导乃园 那每一个地方 其实阿湘老师都知道 这每一个地方都代表了 不同的当时拍电影的场景 是的 像228平公园 大家看的滑灯初上 或镊子 这些都是 然后最后我们会停留在哪里呢 西门町监狱第二号出口 是 就是跟这边的地标一样 非常多人拍照的地标 每一年跟观众的互动 都会觉得说 更深刻的体会到 为什么我们 台湾可以是 第一个 同志婚姻合法的亚洲的一个国家 因为台湾怎么样 台湾的人民尊重 善良 多元以及包容 以及性别平权 跟彩虹文化的认同 自我认同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尤其就是跟彩虹有关的一个活动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自我认同 那所以我其实非常的感动 以及非常的骄傲 那再加上今年呢 因为以前以往的路线 比较单一 是 虽然人还是很多 但是我觉得今年非常特别 是今年增加到三大主席 可以用我们的市政府广场 到我们的市议会 到我们的当代艺术馆 到我们的二十八和平公园 因为其实二十八和平公园 对于同志的历史的发展 以及演变算是 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所以中途呢 我们会停靠的就是二十八和平公园的彩虹点 对 以及长德街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件 是是是 我们的长德街事件 到时候呢都会在我们的观浪巴士上面做导览 回想起从疫情过后 我去了一些国家旅游 那我去了一些亚洲国家的时候 我也有搭过类似这种观光巴士 是 对我一直在寻找着这些国家里面有一些彩虹的场景 那我觉得非常骄傲的事情是说 我们台湾我们台北 我们有这样一个巴士这样的活动 可以带大家看到 哇原来台北是有这么多的彩虹的景点 我觉得这是我去过的很多的亚洲国家中没有的 来介绍一下你这条路线 七点是西门红楼对不对 对 我觉得对音乐人来说 这个路线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一个当然是西门红楼 西门红楼不仅是有西门河岸 这样的live house 然后那边也常常有大量的音乐人 是 包含我去年有在这个地方演出 跨性别游戏 对 然后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可以说是音乐人的圣地 就是女巫 就是我们最后会停留在女巫店 对 这个圣地可以带大家去一趟 观光传播局表示 彩虹观光巴士游城 规划三条专属主题路线 有文化之旅 音乐之旅 和电影之旅 透过名人导览与旅客互动 让更多人深入体验彩虹文化的多元魅力 我们台北市已经成为亚洲 这个活动都受到这个很多的 我们媒体朋友的报导 以及国际的关注 所以观光级站在城市行销 以及观光推广的立场 我们都会在十月份来 来举办这个彩虹系列活动 当然就是也延续了第五年 我们来做一个彩虹的这个观光巴士 今年特别打造了三条这个主题游城 包括有这个音乐的文化的 还有电影的这三条主题游城 同时啊 有十五个这个我们的这个名人啊 来做一个共乘跟导览 那我们特别也惊险了三个景点 包括我们西门町 包括我们的松山这个文创园区 还有我们细腻商圈 那这些艺术装置啊 可以让这个我们的 除了我们这些外国的朋友 或者是来台北市的参加 这些同志大游行的朋友 能够去这个看看景点看看 同时也可以打卡拍照 彩虹观光巴士游城 将于10月5号到10月25号的 每周三五六日出发 共有36场次 邀请国内外民众来台北 感受爱与多元文化的力量 记者李希会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河经销商 强力查清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河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 机上河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河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河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河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有百年历史的基隆车站雕花与棚 屋顶袖石有脱落的危险 台铁近日进行拆除工程 引起地方文史人士高度关切 市长也到场勘察处理 针对台铁基隆站的百年雕花雨棚秀石 即将面临拆除的状况 基隆市长谢国良立刻到达现场会刊 表示这个后车雨棚受到许多在地文史工作者的关心 也承载许多基隆市民的共同记忆 必须要妥善处理 我是觉得是这样啦 先确定先把一些杂务清除 然后先把那个 那个什么 结构 先再确认一下 好不好 你应该把它放到哪里 那里是有意义有发挥的 我们再来做这个签移 要不然的话 我马上来跟酒公司那边 是不是一定马上要拆了 这是既定吗 是再思考一下好不好 好 因为现在有很多 你也知道文史工作者都在关心这个事 我是觉得说 算是我们的一个请求啦 不是说要求 就是说 为这些文史工作者 请密说 这些东西大家就很关心 我们要不要先弄一个程序上多一道 比如说弄一个公听会 还是那一个说明会 先讨论好确定要去哪里 而不是说 你把它弄完那就没了 这大家 他们之所以没有把它弄掉 就是因为 有想保留嘛 要不然那时候就把它弄掉啦 对不对 他问题 他那个结构都已经 没有 外观的结构有问题 有脏 或者是不是 跟实际上的结构 是不是危险 我们请专业的结构来 来看一下 这样子 我也是有原因 是是是 我们就会关心这样子 可能先请厂商 因为他今天的作业 也是按照之前的计划 在进行 那当然我们就还是先尊重 因为毕竟这个包商的部分 都已经开始进行 那后续 刚刚市长您提到 有关于一些 是不是要确认搬迁的问题 还有一些我们这个结构上面的一些 再次的一些确认 所以我们趕快来跟公司这边 所以你们现在会暂时停工吗 呃 这部分我 待会我先跟公司再确认一下 那因为 目前 暂照之前的会议记录的部分 大概是走到今天这样子的一个进度 那当然如果当时大家还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 那些 考虑的建议 那些部分我们再来 趕快再跟公司这边 就是来做一个报告 所以你们把它整理整理了 然后暂时先这样 是不是 还是说怎么样 我会后再跟 就是他们这个 厂商部分 我们大家再 那鼎青你就做窗口了解一下 现在到底要怎么样 但是就是说 我建议你们稍微 多一道程序 不要突然猜了 那大家 情感伤害了 那回复不来 后来讲一讲这些人 如果他讲的东西 有意 有道理 那我们回复不了了 情感上就被伤害了 不如就是说 多一道程序 那你们也弄个说明会 然后让大家可以稍微参与 地方参与多一点这样 市长谢国良最后表示 首先要请结构技师评估 确认安全 再针对这个雨棚 如果需要拆除 是否迁移他处来保护 必须在公共安全 及文资价值来取得平衡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基隆报导 再来看2024 借用眷村文化节 特别用来去干妈点为主题 透过各项活动 邀请民众一起来怀旧 回到童年的快乐时光 快点 哈哈哈哈 那等一下你去学八八 哇 你有下来 带小朋友来看一下 小时候去跟她讲 你记不记得都有买什么 很多吧 像她柜子上面的那些糖果啊 都是以前小时候都会买的 还蛮有古早味的 小时候好像比较多 对 我小时候就最有的糖果了 那里面有什么东西你有看过 几乎都有看过 对 几乎都有 都有看过吃过 对啊 就是一些糖果啊什么的 对都有 那个草莓糖小时候也吃过 真的哦 对啊 因为以前小时候都是那些 哥哥姐姐带我出去玩 然后就有想到这个以前 小时候我最常玩的摇摇麻 还有一些顶嘴的部分 画面上是在中正区 沙湾历史文化园区 举办的2024基隆眷村文化节 以怀旧干嘛点为主题 吸引许多民众 还有家长带小朋友 一起来拍照留念 其实我们这次的一个活动 在举办 我们就感受到其实 金融是属于一个非常非常多元 融合的一个城市 不管是我们曾经的一个记忆 还有就是我们港口 或者是我们原住民 甚至我们新住民 你都会看到不一样 甚至当初来台的这些 所谓的国军 都有展现出他们不同的一个 他们曾经的一个家乡的感受 那金融就是这样的一个充满 很复古怀旧好玩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希望 通过不同的一个活动 让大家感受不一样的金融 是啊 因为我今天也来这边 找回我二十几年前 刚来台湾的时候 其实 咸生地啦 咸妈点 还是我们的很多 这个吃完嘴巴会红红的 还有一些我们说的 台湾LV的布袋 其实都是可以来这边 找到我们的回忆 所以呢 孩子来看一下 三十年前的阿公阿嬷的回忆 让阿公阿嬷来找一下 我们三十年前的回忆 开幕活动中 基隆市文化观光局长江廷梅 跟基隆市政府儿少处长林立禅 及市议员陈冠宇 还有镇沙里与新峰里的里长 都到场参加 进行摊位巡礼 融入充满古早味的吃喝玩乐 带领民众走近旧时光 也展现基隆多元的文化背景 我小时候在眷村就是长大 那那个记忆 对我到现在都非常非常深刻 对到当时的味道 当时的人 然后当时跟人的互动 然后市场等等 然后你可以从一早吃到晚上 那那个是我很宝贵的童年记忆 那基隆市曾经是在全国里面 我们的眷设 各式各样的眷设 密度最高的现实 可是你当然看到现在整个基隆市 就是高度发展跟开发之后 这些眷村已经慢慢慢慢消失了 可是人还在啊 虽然房舍不在 但人还在 料理还在 味道还在 所以一直都很期待是说 基隆市透过眷村的这种老聚落的文化 让基隆市可以更被大家看见 以前我们以前早期发展的那一面 像我们的话在地 在地为了创造就业机会 那我们这个劳动部就配合了 然后就配合了十几年了 那我们就突现产发了很多的新产品 那我们产品当中 像今天来推广的话 就是传统泡菜 来 我给大家看看一下 来 我们的传统泡菜 然后呢 还有在这 小寿常喝的乌梅汁 那种中药炖的乌梅汁 传统的秘方 类似研发这种产品 当然了 我们又自然研发了 将养生 养生的东西是凉面 来不好意思我打开一下 全部讲是养生的 所以它里面的果酱 全部是我们研发的 自己磨酱 所以劳动部它带给我们很多生机 那我们已经有劳动部的人力 然后产发了很多很多的产品 今天出来为应急的关系 凉面 泡菜 五美滋 基隆郡村文化节精心安排的各项活动 吸引许多大小朋友一起来体验 也进一步认识基隆 这个多元文化融合的港都城市 和温暖的人情味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活到老 学到老 基隆市政府教育处在国门广场 举办一场终身学习成果博览会 期盼透过丰富的学习成果 吸引更多民众一起加入终身学习的行列 画面上是终身学习博览会 与学习行程式成果展 在国门广场热闹举办 开场活动邀请中正国中民俗班 带来扯林演出 成果展中市政府教育处邀请社区大学 部落大学 乐林学习中心 崇佑影艺科技大学等终身学习机构 和学习行程式团队展现满满的学习成果 那蓝确的话我们主要有几个种子搭配 第一个是海蒙果 那第二个的话是那个檳榔的种子 那这个的话是牛樟木 那这个的话是凤尾爵 那组合起来 那前面这一颗的话呢是艺人 那把它组合起来 那这是那个芒果 这是那个檳榔的种子干了以后 把它剥开来 然后把它梳开之后再把它吸上颜色 那这个它脖子的部分我们是用黑色的一个毛线把它组合起来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很棒的蓝确 尤其在我们基隆蓝确相当的多 教育团在基隆经营仁爱乐林学习中心 那有很好的学习成果 那乐林是很多的学习 长者们他们来学习之后 不管动手 还有一些舞蹈 还有一些手作课程 都可以延返他们的一些失智 那也照顾他们的健康 在国际的SDGS里面叫做健康促进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 这个热林可以让我们基隆的市民朋友们 大家热林的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学习 大家的朋友大家好 基督有目共督 让我相信大家听到我上台今天的问题 活动中也特别表扬 获得全国终身学习楷模的社区大学曾子良老师 以及郑黎彩霞社长 还有荣获教育部乐林学习优良课程的 中山乐林学习中心江美艳老师 透过表扬与成果的展现 鼓励更多市民朋友加入终身学习的行列 我想透过这样的一个博览会 我们希望不只是让大家秀出各自在推动 中山学习的一些内容 那当然也是端出成果 那最重要的是希望这样的活动 能够邀请更多的市民民众来参与 那扩大整个基隆在中山学习的人口 是中山学习博览会的第18届 其实很多市民应该都很难想像 哇可以有这么历史悠久的一个博览会 那中山学习博览会 其实是否我们过去做 我们已经做到了区区有乐林学习中心 以及区区有社区大学的学习注点 那包括市民们在距离家里就近的地方 就可以学习到各式各样多元丰富的课程 所以今天这个博览会是就社区大学跟乐林学习中心 目前我们推出的一个课程成果展 那除了中山学习博览会之外 其实今天还有一个博览会是学习型城市博览会 学习型城市博览会是基隆市政府向教育部争取补助 然后跟民间的专业团体协会或者是大学合作的更弹性 然后跟在地的课程 那在这里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有这么多 不管是社区大学乐林中心或者是各中心的伙伴们 那推出一系列的中山学习的课程活动 也希望未来我们能够在基隆市政府教育处 跟各中心伙伴的合作下 推出更优质更多元的活动 这场博览会活动让各界看到基隆中山教育资源的多样与丰富 鼓励全民活到老学到老 让生活更多采多姿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山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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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嵌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能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罪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再犯 聚检及聚策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烤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口罩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 酒驾零用人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请坐 叫什么名字啊 小不点 你有哪里不舒服吗 奶奶虽然要打流感疫苗 嘿 不要跑 姐姐你好 請问您叫什么名字啊 陳时中 我也要打流感疫苗 你也是大人 也要打疫苗哦 对啊 打疫苗是预防流感最好的方法 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 都应该接种疫苗 保护自己的健康 快打流感疫苗 排阶堂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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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透过忙碌方式办理屏团新部 没收时间空间的犯罪 只要过上团成功 就完成新部停车 心事更方便 大家会记得到 在政部电阻新部交易博物网站 下载告续索地屏团 新部系统软体哦 有人在吗 救命啊 你好 我是主席总厨的方丈丸 政府透过的10个月令日主委丢查 中约酒业和私业的总控 来做市政警告 我是方丈丸 恰吉奇令日主委丢查